元宵节临近,宁夏回族自治区各地纷纷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进驻佳节 节约过节则成为这些活动最大的亮点 11日,记者在旅游城市中卫市走访发现 今年中卫市举办元宵节灯会所使用的各类灯笼、彩灯约有3000多盏 其中大部分是去年元宵节使用过并未损坏的灯 除去搭建支架的费用,今年中卫市的元宵节灯会费用较往年可节省50%左右 此外,今年的元宵节灯会还取消了放烟花环节,进一步缩减了节庆的开支 往年的花灯制作都是承包给外地的花灯制作公司 而今年为了节省开支,文体局的工作人员专门在中卫本地招标公司进行花灯制作 尽可能压缩成本 记者看到,今年的花灯样式普遍比较简单,且摆放也不如去年密集 一个大型的龙形花灯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因为这盏大型花灯前年已经在元宵灯会上展出过了 旁边又加了一个马型的花灯 这种突出主题重新包装的花灯不仅能循环利用节省资源 还能给市民创造一个新的观赏思路 本着节俭和环保的原则 中卫市今年的元宵节晚上也取消了放烟花的环节 据了解,元宵节晚上燃放一次烟火需要花费十几万元 且污染环境,因此将活动转为更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赏灯 不仅增添了浓浓的黏味 更有利于民间公益的传承 试图说 试图 小蟹